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二章是一个界限 前面讲到神为我们做的 以及我们可悲可惨的命运在最终 但神预备了这么丰富的恩典 所以从五章到八章 哇 是精华 是精华 是神所要给我们的恩典的立场 然后圣灵的作为 所以叫我们随从圣灵 然后告诉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所以我们都不害怕 十章到十一章就讲到犹太人 这是我们上次说过了 今天十二章到末了 是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该如何活 才能活得像神的儿女呢 十二章是差不多 很多基督徒都可以背起来一节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计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深深地来思索这一句话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 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呢 这个字 我们已经常常有谈到神的慈爱 灵敏 叫做慈悲 God's mercy and loving kindness 所以我们在这之内呢 我们先要一个就叫先觉意识 先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情况如何 是他以灵敏的眼睛来看我们 是他以他永恒的爱来看我们 所以他说 我以神的慈悲灵敏这一句话说 你不要想你能为神做什么 这是神的灵敏 你不要想你会爱神 这是神的慈爱吸引你 不然没有人会懂得来寻求灵的事情 来寻求神的事情 所以保罗说 我以上帝的慈悲 劝你们 请我们做什么呢 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那对许多人都明白这个祭 献祭这个意思 献祭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是赎罪 二是跟神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就是回报 就是感恩 所以在十罪神感恩之下呢 他叫我们把自己来奉献给神 但是不是像旧约时候 要宰杀牛羊的那种献祭 乃是我们这个活生生的生命 这一个人生 这一个短暂的人生 这一个神给我们创造的这么美妙的 我们的智能知识才能恩赐 生命 把这些奉献给神 所以当作活祭 是哪一种活祭呢 他提到两个字 我们特别会记得的 是圣洁的 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 就是分别出来的 是神所喜悦 就是神能够悦纳的 在我们目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把你的生命分别出来 是圣洁的 这个时候献祭的时候 要有完美的动物 才能够献给神 不能有侠处的 今天耶稣基督救世了我们 我们有圣洁的生命跟生活 分别出来 归神的那一种 跟最无关 是上帝的纯洁 神的公义圣洁在我们里面 但是分别出来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一个字的意思 就是说 acceptable 神能接受的 假如你知道 我这个行为 我这个生活 神不能接受 不是神而你的生活 我们就要在神面前 有所悔改 有所调整 恳求神的慈悲 但是你仍然在基督的宝血里面 我们做活祭奉献在你面前 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 再一次想到 你的恩慈是何等的大 帮助我们 彻底地降福 分别出来做圣洁神能悦纳的器皿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